本次總統大選 大家拚的是支持度跟想要拚到時候的選票 但郭台銘他現在還在拚連數數 力拚百萬連數 現在卻被士林地檢署掌握到 說在雙北地區有連數站 涉嫌跟當鋪業者花錢去買一些身分證字號 個人資料來充連數數料 前天台北市行大他們甚至還召回了他們的遠景 分頭去找有連數過的民眾做筆錄 有人就表示他確實沒有去連數 但是被登記在有連數的資料裡頭 現在士林地檢署是深壓了審訊主刑獲捲 還有一位誠信被告依三百萬交保 對此郭辦是表示官方連數站沒有傳出違法 他們會配合監禁承辦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積極拉抬聲勢拼連數 但是現在卻被爆出連數站疑似花錢買個資 大聲感謝選民支持 先前才宣布參選總統門票已經拿到手 但是士林地檢署指揮台北市行大跟調查局 分頭找在雙北地區連數的民眾 因為檢方接獲勤資 雙北地區有多家當鋪業者 會將客人身分證銀本以一張四百塊的價格賣給中間商或是連數站 最後神信主賢涉嫌買賣連數書被聲壓禁見獲准 成信被告三百萬元交保 其他五人則分別以一萬五千元至十萬元交保 郭台銘辦公室強調連數絕對不能有金錢對價關係 但日前新竹縣新埔鎮代會主席王森基 也被查出疑似提供每人四百元獎金 要民眾幫郭董連數遭到收押 爭議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也為這場選舉增添變數 法治新聞黃明軒 楊仁敦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